各位网友大家好,还有不够两星期就到冬至了 有个说法就是冬,大过年 究竟冬至这个节气游离是怎样来的呢? 以前人们观察到每一年日照长短有固定周期 日影最长的一天就是冬至 后来将当日视为迎接阳气的日子 并定为一年开始 所以亦有冬大过年这个说法 亦是24气节中最重要的一天 所以没有东西可以让一家人整整齐齐吃一餐饭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旁边的小铃铛 当有新片推出,就会通知大家 详细材料份量,按下标题,就会有列明 一家人都合选的汤水,今天我选择用羊肚菌煮汤 选择羊肚菌,最重要是菇身要干爽,颜色比较深,大粒 就可以了 羊肚菌的表面是粒粒不平的 所以我们洗羊肚菌的时候 必须要旋转,才可以洗到菌表面上的沙尘 它亦属于四大名菌之一,营养非常丰富 蛋白质含量是20%以上 同时包含了叶酸和叶黄素 叶酸是属于维他命B的一种水溶性的维他命 正正因为它是水溶性的维他命 身体很难处存得到 所以每天都必须透过饮食或营养补充品 才可以补充得到 经常听到孕妇要摄取足够的叶酸 是因为摄取足够的叶酸 是有助于BB的正常发展和成长 至于叶黄素的功效 除了对眼睛好之外 还可以改善睡眠质素 羊肚菌洗净后浸暖水 浸暖水羊肚菌的香味会最出 大概浸30分钟左右 今天的汤是蚝少少 我会用到螺片和鲍鱼仔煲汤 两者都有滋阴的功效 而鲍鱼仔更加有明目的功效 今天用来煲汤的鲍鱼仔 大概是120至140 一斤左右 价钱不太贵 大概是300多元左右 所以用来煲汤 也是比较经济实惠 鲍鱼仔和螺片也是 事前一晚 将鲍鱼仔洗净后 轻轻洗净就可以了 接着用冷水浸泡 当然是放入冰箱 浸完后 便会发觉鲍鱼大了一倍以上 轻轻按下鲍鱼浸 会发觉鲍鱼仔有点弹性 再浸多几个小时才可以 今天这个鲍鱼仔 我总共浸了大约25至26个小时 鲍鱼片因为比较小块 所以今天我用到三片鲍鱼片的份量 浸完鲍鱼仔和鲍鱼片的水 都要留下来煲汤用 今天鲍鱼仔的份量 我大概用了100个小时 如果想浓一点 用10-12个小时 也无所谓 但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浸泡海尾的器皿 千万不要有油 如果有油的话 浸泡出来的海尾 很容易会有梅梅的感觉 鲍鱼仔一定要脱去 因为它是鲍鱼排斥的部分 我们在枕里 隔壁剪一刀 接着就可以捞出内脏 这次煲汤用了半斤的份量 我们洗净猪脚骨后 凍水 开始放进去 开始出水 当你看到煲汤浮了面 很多啡色的东西 代表出水完成 大概过程10分钟 接着就可以熄火 把它冲净 用来辅助今天煲汤的药材 我用到链子一两 和银子一两 银子一两 银子可以安神 银子可以保神 和健脾的作用 我们轻轻洗净 之后 把它大概浸泡 30分钟左右 淮山我大概用到4片的份量 这一只淮山是原色 没有硫黄分製 所以不用浸泡 洗净就可以 海浴粥 我会用到大概4片 上次我买了一只海浴粥 未用完 我会切四片 用不完海浴粥 它是有些黏液 记得用保鲜纸 封好 放入冰箱 最有效的功效 就是海浴粥的黏液 粟米 我也是用了一条 粟米全身都是保利的 叶也不要放过 叶洗净后 把它绑成一个列 待会用来煲汤 它有去水种 和健脾的功效 然后粟米很简单 切成一块 一如往上 煲里面有2.5公升的水 我们就加上浸泡羊肚菌的水 和刚才是浸鲁片和鲍鱼的水 我们都加进去 大概这里是有3公升的水 最后记得加上蜜棗 和龙眼肉 我们首先用中大火煲至有烟 之后我们煲20分钟 然后转中小火煲1.5小时 汤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 不要心急 关火之后 烤20分钟 这个汤是特别甜的 这个时间我们就拿出鲍鱼 出来 是的 我们就拿煲完的鲍鱼 出来做一个菜 西兰花的框 比较硬 我们就切走 然后我们就把西兰花 切开一块块 切得靓靓仔仔就可以了 但是西兰花框 也不会浪费 因为可以吃的 我们就把它切成薄片 由于西兰花是十字科的蔬菜 它是比较野虫 但是它是一个空 我们就很难洗得到 我们就在水里面 我们大概是放1汤匙左右的盐 然后我们就把切好的西兰花 我们把它放进去 浸泡大概是20分钟左右之后 然后我们就在水底下 我们把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组装了 我们首先 就把西兰花 切到薄片的那些 我们就把它铺在底下 然后就把一块块切开 那个西兰花 我们就把它围边 围成一个圆圈 大家发挥自己的创意 大家喜欢怎样摆 都可以的 最后我们就放这个 煲完汤的鲍鱼仔 我们就放在中间 靓靓的 这个鱼仔 我们都要放一个sauce 省时间的话 可以用这个鲍鱼汁 这个是安忌的鲍鱼汁 我也是最喜欢用的 因为它的鲍鱼味是最酱的 如果大家不用的话 就可以参考 右上角的影片 一年前 都和大家分享过 做鲍鱼汁是怎样做的 很简单 万事齐备 水滚 把鲍鱼汁 和西兰花 放进去蒸 大概蒸4分半至5分钟 不要超过5分钟 否则西兰花 就会太腍 蒸完出来的西兰花 脆绿色 刚刚好的 最后我们省时间 就倒入sauce 上去 就已经做到一味菜了 我在此再次多谢大家收看我 小厨房煮大餐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